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在我们中华民国年底的九合一大选中 我们的高雄市长的宝座 到底由现任的民进党籍市长 号称暖男的陈其迈市长 会守护宝座成功 还是由国民党可以再次的挑战 夺回高雄的属地呢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 以及关注小铃铛还有赞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高雄市长的选举 民进党当然继续提名现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 而国民党部分则推出了前立委柯志恩 摒弃了有意参选的孙文学校校长张亚中 我们今天就以这三位的格局 来讨论一下各自的盘面 以及三位谁比较有可能会当选 我们年底的高雄市市长的选举 因为这次我们是一次讨论三位 所以说这三位的背景 我们就不多去赘述了 我们首先看到现任的市长 民进党的陈其迈市长 陈市长出生于1964年的12月23日 盘面画作四柱八字为 甲成年丙子月丙五日的景时 这里我们按照惯例 我们每一集的命理名人堂都要说明一下 我们命理名人堂的名人资讯 都是取自于历年的公开选举公报上 所在明的生日日期 而也因为如此 我们就没办法获得名人的确切出生时间 而在我们推命的时候 如果少了正确的出生时间 那么这张命盘的准确度 至少会降低25% 是至少只会下降的更多 不会更少 而如果这个名人 他是出生在晚上11点的时候 那就不是降低准度的问题了 而是整个盘面都会翻盘 这里还是要先说明一下 而我们刚刚看到了陈其迈市长的命盘 像这样格局的人 在有限的资讯里面 会比较是一个刚愎之用 个性固执 做事难以全面 只会处理眼前事物的人 所以这类的人 很大的概率 不会是所谓的暖男 做人处事 是比较偏向于 容易冲动的这种类型 所以这样的人 长一员 短一行 喝酒聊天 可以天南地北 但是如果真的要做一些 真正的事业或政绩 基本上就很难的 把事情做得全面 甚至调兵潜将 管理用人 都是比较容易 任人为亲的状态 这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谁跟他比较好 或是可以给他足够的回报 有来有往 他就会给人相对的权力 权跟力 都是可以凭感觉跟交情 放出去的 所以没事的时候 身边的狐喷狗友会很多 但是这样的人 一旦他自己可能出事了 他首先就会把身边的人先出卖 来当做垫背的 那尽可能的不让问题 去延烧到他自己的身上 所以这样的人当市长 要让他有所比较长远的建设 促进地方的繁荣 这个对他来说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你真的要去做政绩的时候 那把这真正建设 真材实量的做下去 那么实际上 你可以分到利益就会减少 而事情做得越少 可以分到预算越多 所以多做一些表面的活动 当然是OK的 但是实际如果你要做好 城市的基础建设 促进地方的繁荣 以城市长这样的格局来看 他心有余 但是能力实在不足 而这样的人 也很容易被人家利用 运气好的时候 当然大家都一起涌上来 让他可以驰骋天下 但是运差的时候 自己运势强不过别人的时候 就容易被其他人落井下石 所以城市长的晚年 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这里还是要说一下 评断格局 不等于他一定不能够当选市长 选举要看的是时事 看的是时运 我们这里只是评断了 他目前有限资讯之下 他的命盘 所展现出来的人格特质 而看完城市长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候选人 就是我们国民党的 前立法委员 柯智恩委员 柯智恩委员 出生于1962年的4月29日 化作四柱八字 为人盈年 甲成月 丁有日的吉时 所以我们柯智恩委员 今年是振作太岁 这样还敢出来选市长 真是有勇气 而柯智恩委员 这样格局的人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学者类型的人 也是属于一个理论派 如果让他去当副手 或者是当幕僚 当替主政者 去规划了国政 或者是市政 那么这样的人 可以为这个政府 规划至少20年以上的发展计划 而且可以有充足的数据跟资料 来支持他的论点 然后让他能够好好的建设 而不是空口说白话 凭感觉画蓝图 而这样的人 如果能够进入了中央政府 那就是国家之福 如果进入企业 那就可以让企业 获得稳定的发展力量 如果进入学术界 那么可以在学术上 给予市人非常好的贡献 如果他去当老师 那么他的学生 就是很有福报的那一群 因为柯智恩委员 他会是一个名师 但是这样的人 他是不能够胜任 民选首长的职位 这就是为什么特别要说 民选这两个字 因为柯智恩委员 这样子类型的人 你跟他对话 那么就得跟得上他的水准 就是高手过招 高来高去的那一种 但是民选的政治人物 要的不是有内涵的对话 或者是他的谈吐 而是要能够够激情 讲话够空泛 而且有够夸张的口号 那当然是选举中最好的事情 因为选举跟什么一样 选举跟宗教迷信一样 只要能够激起他人的情绪 哪怕你讲的是毫无根据 漏洞百出 大家一样为之疯狂 因为这是一个信念 一个执念 这样的事情 柯智恩委员他是做不到的 而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身为民选首长 那要处理的必然是千头万绪的 立即性的问题 以及更重要的地方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人情事故 之后才是长远的市政建设 我们举例来说 地方要发包 比如说铺博油道路 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知道 很多都是地方势力去绑标 那地方首长 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是如果柯智恩委员 去当了首长 那么他知道 这个东西要发包 他就要求了部署 一定要公开透明的发包 这就很没有怎么样 政治上的人情事故了 所以这样的人 来当地方政府的首长 那么他的施政 自然也会比较寸步难行 因为你有再好的政策 都必须有底下的官员 去替你执行 依法行政这四个字 那是官员对老百姓的要求 但是基本上 这四个字遇到官员 那么还是有各自解释的空间 所以这样的人 他是没有办法主持好市政 甚至容易被下属所蒙骗 而产生更大的弊端 而讲完了柯智恩委员 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个 原本有意竞选的 孙文学校的总校长 国民党的张亚忠校长 张亚忠校长出生于1954年的12月28日 化作四诸八字为甲午年 丙子月午午日的吉时 像张亚忠校长这样的人 按他的格局来说 只能说什么 他是身不逢时的人了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呢 因为按照目前有限的格局来说 张亚忠校长是一个文武全才的格局 如果放在古代的封建时期 他走文官可以官至封疆大吏 至少官拜二平以上 如果走到五官的路线 那他可以成为一代名将 他所防御的疆域 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一方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如果要把他比作像历史上有存在的人 那老师会把他比作什么呢 就有一点类似怎么样 清朝胡广总督张之洞的 这样的味道的存在 而这样文能安天下 武能定家国的人 为什么老师说他身不逢时呢 因为这样的格局 他只适合身逢在乱世 不适合处于治世或是成平的时代 因为乱世才能够处英雄 而和平的时代就有个特色 什么特色呢 文官贪财 武官怕死 我们都享受现在的和平时光就好了 所以说这样的环境 百姓跟官场都没有生存的压力 那么自然了 就会让这个英雄毫无用武之地了 所以只能说 我们这个时代 是一个不适合张亚中校长的时代 而这样的人 他可以当好民选的首长吗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这样的人 懂得利用权盟 知道什么是水自清则无余 人自查则无图 知道人性的黑暗面 也能调和社会需要的光明面 能够体察百姓所需 能破坏长远的建设 该让底下的人混水摸鱼的时候 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实际上还是去盯着 不能让底下的人去捞过戒了 如果真的给他当上了首长的位置 无论是市长县长甚至是行政院长 他都可以把国家治理的很好 但是他能不能再高一点呢 比如说去竞选总统当皇帝 对不对 那他就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像他这样的人 对内可以文字武功 但是对外的外交 就显得力不从心 甚至进退失去 所以每个人都有擅长跟不擅长的地方 而我们看看这三个人里面 谁的运势 最能够在年底的高雄市长选举里面 有比较大的胜算呢 这里面我们单纯就使用这三个人的实运 来当做强弱的对比的话 那就是分别为 陈其迈市长大于等于张养中校长 大于柯知恩委员 这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个大于等于在里面呢 因为陈其迈市长的格局 对他出生时间 就会比较大的要求 如果陈其迈市长 他是在白天出生 那么他的对手 如果是张亚中校长 那么他是比较容易胜利的 可以说是稳超胜券的 但是如果陈其迈市长 是出生在晚上 傍晚或者晚上 队上的对手 还是我们张亚中校长的话 那么陈其迈市长 也只能够略胜小小的一筹半筹 加上其他的环境变数 这个胜负还在未定之天 这是因为陈其迈市长 今年的时运在官格位上面 那是非常的耀眼以及璀璨 所以基本上谁跟他选 那是很困难的 而张亚中市长 他也不遑多让 他的官格气势辉弘 有锐不可挡的趋势 跟陈其迈市长的差别 就在于陈其迈市长 他现在本身已经是稳坐官位 所以说有官位的关心 来做守护他 所以说他的时运 会比张亚中校长更强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们知道 张亚中校长已经被外斗不行 内斗一流的国民党给处理掉了 所以这个局面 只能说再去探析一次 这个张亚中校长 真的是身不逢时 将军百战不死 却败在主上昏溃的 身不逢时的时间 真的是很可惜 而在这个情形之下 柯智恩委员本命星他是守恒的 没有特别光芒的变化 所以基本上他对上了陈其迈市长 正常的选举之下 也是惨败收场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按照这两位的选战 陈其迈市长 他的胜率至少有75%以上 得票数应该会落在 60%到65%左右的超高得票率 而在这里 如果张亚中校长加入了 柯智恩委员的竞选团队 是不是能够让国民党这场选战 可以打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呢 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张校长的关心 远胜过柯智恩委员的力量 所以柯智恩委员的关心 会跟张亚中校长的关心 形成了一个一三不容二虎的盘面 官运会互相的排挤跟战斗 柯智恩委员的关心 会在这场排挤之中 会显得更加的黯淡 他的选举 对上了陈其迈市长 会更加的不利 所以以目前的状况来说 在正常的选举之下 两岸没有战事为前提 年底的高雄市长选举 陈其迈市长 基本上是稳坐钓鱼台 继续他的高雄执政之路了 选举打的是战争 打仗讲求的是什么 讲求是天使跟地利 最后才是人和 什么是人和 那就是百姓了 能不能真的选贤与能 那以现在目前的政治制度而言 是比较难选出真正的贤能理秀的 所以是说我们的命理名人堂 只做命格上的战情评估 而不管这个候选人到底是不是贤能之人 是不是适合当市长 这个我们要讲到一句话 什么话呢 天地之间有感秤 那秤妥是老百姓 所以就给老百姓来做选择了 最后老师还是要说 本次的选举预测 是基于三位名人都缺乏真正的出生时间 所做出来的推命预测 准确度至少会下降25% 只会降低的更多 不会更少 如果某一位候选人 他的出生时间是半夜11点 那么将整个都会翻盘 这里还是给大家提醒一下了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记得按订阅按赞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的时候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